GFS说48小时内七号台湾木栏就会产生哦 眼边看看起来,有化完美的图线这一段来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主持人经开机场 气象看主持人经,97W有可能在48小时内形成七号台湾木栏 GFS说是这样子的,现在我们来看看97位置的大概在哪里 它现在是在西差迅达的南方,大概冬季112度 北雷15这地方,离越南还有350公里 但是它开始走向东门方向来一个逆程中旋转 因此它慢慢机运地转南海中心,这里的气压还有环流 比较适合台湾的发展 因此在未来几天,它就会发展成七号台湾木栏 而且走的方向,偏向东北方向来到中沙附近 开始转向海南岛方向,连着趴路线来到海南岛方向之后登陆了 我们从印度上面可以看见啊,从台湾的西南坡一直延伸到印度洋 这一带都是云雨漆 而且随着木栏台湾的形成,来跟逆时中方向甩上来的西南汽流 仍然会影响广东啊,广西啊,甚至海南岛,还有越南啊,台湾的环境啊 因此,狐狸斌也是会受到相当大的雨灾啊 但是啊,它这个层出相会多高呢?因为啊,它这是南海先生的台湾,位力比较小 不过,西有大概九级左右啦,走的方向偏向西北方向 但是啊,它最终是不是像GFS预测的比较偏东登陆呢? 还是像EC系统认为会在海南岛附近登陆呢? 我们实际来搜索 祖物真心看下,去下观看,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